七十七年次 張希女子被移送彰化 看守所羈押 她和同伙在四個月間誘騙了五十位民眾 到柬埔寨和泰國打工 一次限制人生自由 甚至向家屬勒索金錢 來到女子的住處 管理員對她有印象 但並不知道女子的職業 或是記者追查後發現 她在五年前曾觸犯詐欺罪 根據當時的起訴書 一百零六年 張希女子在通訊行任職時 和旅行團的領隊合作 盜取中國旅客的個資 申辦了上百支的手機門號 再轉賣給詐騙集團 來到她曾任職的通訊行 員工說張希女子並不是在任內 盜用個資詳細情況也不清楚 而根據判決書 女子因為認罪協商 最後被判處拘毅三十天 緩刑兩年可以一顆罰金 但她似乎沒有悔改 還從盜用個資 轉成更嚴重的人口販運 作詐騙集團 作詐騙集團 作詐騙集團